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与影院的掌声相比 这片海域现在多少有些惆怅和失落 因为它曾经经历过雾灯四射明星云集的辉煌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当时拍加勒比海盗的电影的道具船上 当时所有的电影都是在我们看到海域里面拍摄的 巴哈马有着数不清的岛屿 密布着沙洲和海峡 复杂的地形为那些海盗们提供了隐蔽的藏身之处 加上这里靠近繁忙航道 是欧洲商船往来新旧两块大陆的必经之地 因此更为各路海盗们所垂青 难解你没有 我没有 来 走 走 走 呀 哇 在1715年前 巴哈马群岛大约有上千名海盗 这上千海盗中 有一位绰号叫黑胡子的海盗最为著名 加勒比海盗男主角的扮相 据说源自这位传奇的海盗 黑胡子也曾经到过这个小岛 所以这个小岛也用它的名字来命名 叫黑胡子小岛 黑胡子是一位航海高手 它留下的唯一手记 是一些残缺的航海日志 关于黑胡子的译文有很多 据说每次上阵时 它会在长长的黑发中 插上一根根缓慢燃烧的泡面子 黑胡子是1717年当上海盗船长的 而在1718年便丧了命 它死时只有30多岁 据记载 黑胡子的船队共有60门大炮 是当时海上最强大的船队之一 在一年的船长生涯中 它截略了一座城池 几40艘商船 世界上许多有关海盗的电影 大多是在巴哈马拍摄的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 巴哈马可以说是海盗的黄金时代 海盗生活也是这里的早期文化之一 这些残酷的默金 试图在记录历史 电影人在这里试图找到 加勒比海盗们的真实感觉 《颅充承试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